時局急速變化 留下來的 避免坐困一成 莊敬自強 離散的 接通國際港橋 創造財富 堅尼地政經 歡迎回來堅尼地地產 今天又和Jason兩個星期一次 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這一陣子不要再說很多不幸的消息 每次都說到樓價都下跌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開始一些比較好的消息 我看到你也有一個很有趣的新聞出來 有啊 就是在說K11 大家應該都熟悉的 在Art Mall那邊 和Miuce那邊 就是存在有90億來收購它 那就是K11這個地方 我都經常路過 經常經過 那你說是不是經常在那裏買東西 又少一些 但是當年這個K11飛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很厲害的聲勢 因為它是主打 裡面有一些藝術成份的放進去 然後以前它在地下那一層 連著地鐵那一層 是會經常放展覽的 因為當年我們在做媒體 在做記者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去K11個底層的那些展覽去拍的 所以呢 那時候我經常都在那裏 在底層那裏拍的那些展覽 各樣東西 經常會在那裏 還有它就算你說不同的流程 它都有放這個小小的字 有放進去的 還有它最有名的 其實就是 它是第一個 即是你走進去 它用味道去留住你 是不是這個 還是妙思才是第一個 不是 K11先的 K11先的 妙思很後期 就是近幾年才出現 但是K11阿摩 是第一個 是用這個雲尼那味 所以最後就是 你一進去就 其實就是雲尼那香 但是因為藝魔的味道是太淡的關係 妙思就加了一個特龍板 其實是不淡的 它的味道 我覺得一點都不淡的 你進去是聞到那種香甜的味道 這個是它很大的特色來的 還有那時候就是 本身搞這個K11魔 就是又想搞一些藝術東西 沒辦法啦 老闆喜歡一些藝術東西 好像要高級的藝術東西 那時候就是聲勢非常之厲害 不過沒有啦 現在那些展覽沒有了 而展覽那個位置 其實現在都變了是IKEA 變了店舖 直接拿去做 IKEA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老牌的地產機構 然後你從同宿那一代 你換下換下 你換到現在 雖然到今天為止 在字幕出門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哪一個拿去 但是曾幾何時 鄭志剛先生是很拋頭露面的 在早幾年的時候 早幾年拋頭露面的時候 他有一個項目是他很重要的 就是他要主打一個叫K11的項目 其實為什麼我們就說 我們要拿K11出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對香港的人來說 無論是藝術樓是不是很重要 還是對於我們很意義的說 這個也是我們在地產商第三代 其實他主打的項目 然後現在就有機會 被內地的副商去收購 或者地產商去收購 其實我們說摩地道這個項目 其實就是K11這個品牌 第一間的商場 因為K11個K 這個我可以問問你 Chase 你知道K11個K是什麼 忘記了這個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K11不是任何的密碼 K11是當時 我忘記了是土法局年代 土法公司年代 還是市建局年代 就是摩地道那個地方 原本是有個舊區重建 然後把房子變成商場 而當時分配的地段名 就是K11地段 就是K11 這個就是市建局 土法公司的project code 所以這個可以說 K11扮生之地 去到現在 有K11阿摩 K11蕭斯亞 K11上海 還有K11一大堆項目 現在是否機場旁邊有一個 好像是想製造一個 是不是有什麼K11 Sky 現在叫做 那個Sky那邊一直都在製造 我想問你有沒有 開了沒有 應該沒有 那邊的商場應該沒有 我不知道 但是一堆K11的傳奇 其實是從Art Mall開始 所以我就在想 當時如果你去過Art Mall 你會發現 它真的放了很多新的東西 想放進去 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你說的擺味道 我記得擺了一些什麼 就是 我記得擺pop-up store 和一個商場 是擺在一起的 是很難做的 這件事 是的 它好像都是頭那些擺出來的 因為你就算現在去K11 Art Mall 它都 你走進去基本上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有一些小檔仔 就會在不同的樓層的旁邊 它是很善用了整個area 那些空間 就是給大家擺檔的 而以往好像都不算 很多商場是有這個形式 就是讓你搬進去做這件事 那不是說 它可能打著那個Art Mall的品牌 給你加一些小手作 是的 各樣東西 有些人DIY 做一下這些小生意 是有的 它又想好像是年輕一點 但是年輕得來 就想是 我要是有些藝術成份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想吸收這件事 你可否去到另一個 就是九龍另一條隧道 那時候它就是九星連珠 壓磨 然後連過去做廟師 廟師你多不多走 是 廟師不多 因為廟師已經變了另一件事 廟師它本身其實想主打 好像海港城那樣 以前大家就是聽一個海港 一個海港子 一個海港城 一個海港城 還有一個浩南 是的 但是 後來它就做了廟師出來 其實它也主打一些高級 一些貴品牌 大品牌 會在裡面 但是那個感覺就已經不同了 當然它的設計上也有想過 跟我們平時一般的商場 其實都幾不同的 但是就是 你說那些 原本你說在 那些藝術成本 是不太能看到的 而且 由於那邊 你再進去花錢 那樣東西 是再貴一點 所以我自己 又真的少走那裡 但是會去那裡的戲院 是 就是 煽用別人的戲院 那裡的戲院是挺漂亮 那個戲院挺漂亮 而且都會在裡面吃東西的 吃food court 哈哈 廟師有個food court 下面 底層那裡 就是香水的層再下 最底層 是啊 但是它那些 底層那裡的店 其實它都換得很大 但換得很密 這個 就是由最初到現在 這個就是正正是 你見到的情況 是可以值得去告訴大家 為什麼廟師是這麼重要 你看到廟師 它會有一個 換很多不同的商店 比如說 比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香水那一層 就沒有什麼換 香水下去那一層 其實都換得比較多 比如那個food court 換得很多 香水那一層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 我是很 我是沒有在那裡買過任何 香水香薰的 就是 香水化妝品那一層 都沒有 真的 不算換得太多 我有沒有在那裡買過呢 好像也有一次半次 也有在那裡買過的 我試過有一次在那裡買 但那時候我發覺很辛苦 你想想 商場已經很大股氣味了 是的 我要分到這份氣味 是Joe Malone的 還是商場的 是 分析都分不到 是 還有 你看到你有沒有上去樓上 即是 再上去地面 就應該那層 就是LV Chanel那一層 那一層就不關我們事 那一層就是 兩邊欠內地客 再上去 你有沒有上去 有啊 有啊 戲院再上去 其實我有上去 還有之前 曾經有朋友 在那裡擺過 pop up store 擺檔 但那一層 其實你沒有什麼事 都很難走上去 還有他那一層 他也是想放些檔口仔 在那裡 不過你真的要知道 剛好你對那一間店有興趣 然後知道他有pop up store 你才會走上去 否則 我走到戲院那一層 其實我停了 我都未必會再上去 因為已經沒有店 它是再有一條小梯 暗暗的那些梯 再上去 所以很少會再走上去 那個位 通常就是你要過了Rosewood 去吃飯 然後就繞過來 你就會從那裡出去 但那裡 如果去到你會看到 譬如Jaze 你也不會上去走幾十個圈 還有那些店舖 有部份是有吉位出來的 有部份店舖是租不出的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這樣一個比較 你就知道K11 Artmore 和Milcea 有一個很根本的分別 雖然我們說Lux的地方 海港城的級數以上 就要去Milcea 而Milcea的整體面積 是大於Artmore 三、四倍 我記得三倍 一個零點八、一個三點 其實Milcea是大很多的 但如果你看出租率的話 其實Artmore是長期100%出租率 還有外面還有路邊攤給你的 Artmore是未試過跟你說 是這麼爆的情況 所以很多我們身邊的朋友 反而未必會走Milcea 除非你想特別買某些品牌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逛街好逛 Artmore是好逛很多的 其實是Artmore好逛 還有你那些價錢 你會出得起 即是出到手 就不是那些品牌 還有有時Artmore那裡 它都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有些 最初你在外面 不是很多見的品牌 其實它那裡是會有的 眼鏡 有些日式眼鏡牌子 是啊 上面有一間家品店 餐廳變家品店 對 還有那裡都一直住 有幾間 都有一些日本開過來的餐廳 現在 還有它都會換一下 但你說吉又真的沒有試過吉 我覺得 真的如果要走去Artmore 說真的 如果你要去Milcea 那裡看名牌 我想大家都習慣了去港城的旗艦店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 雖然說完PR PR又不找我們了 哈哈 不是PR不找你 是這個Artmore和K11 就是PR不找你 但如果它聽完這集找你 它就真的 什麼找你了 好像不是阿牧 說得很壞 但是不知道 可能會習慣了 就是那個大一點的庫頭旗艦店 然後就會走那邊 但是始終你對比起來 Artmore 應該怎樣都收入 好過這個Milcea那邊 就是 說真的 因為 反而你看到它 密漆漆的店 然後連內圈都擺了 那些攤口 當口仔 你想一下 它只是這樣賺 咦 它好像賺多了 就是它每個面積都已經用到盡 那些是沒有錢收的 嗯 而它現在那些地區 我想一下你 就是可能租幾千元一個 那你十個都無故 一個月多幾萬元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原本是零 但是它可以變出來 而你 在Milcea 不可以這樣做 馬上做得很便宜 就是做不到這件事 而Milcea本身就是 讓你走得很舒服 路很闊 鋪很大間 所以那個效益 應該理論上 是沒有Artmore那邊 去到最後的數目 哪個商場比較好賺 其實連報是沒有特別說出來的 但你猜到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Artmore應該是用到盡了 Milcea用不盡 但你想一下 Milcea大很多 大三倍 燈油火納錢 然後你想一下 那個香薰 你以為不用錢嗎 那個香薰是香到 連地鐵站都開始聞到 對 它一直在燒 每一天都在發放出來 除非它用最差的 我想是不會的 對 不會 所以那些都是錢 所以你想一下 頭頭尾尾燒了 還有剛才說 Artmore有很多藝術東西 但是那個藝術東西 是不夠Milcea那邊那麼恐怖 Milcea外面有個植皮的植物牆 樓下有時候會有Art Show 附近有大量不同的藝術產品 你會發現 逛逛商場 那條走廊特別闊 它中間都放了兩件藝術品 不知為何可以 怎樣塞的位置都可以塞出來 所以其實有很多位置是拿出去用的 所以去到斬頭斬尾 如果說K11品牌的項目 Milcea和Artmore 分分鐘Artmore 是最有一個便宜正的效果 由這個土髮公司拿過來 應該是 它用得進而 你說那邊突然之間 它會放很大的擺設 放在正中間 然後就鎖了 鎖了那條路 中間 我知道你在說哪一條 是啊 你打著機走路 你會撞到那些位置 但那時候我記得 有那些位置 不知為何大家會坐在那裡 Milcea曾經有很多這些 有些好像藝術 我記得Milcea是上幾層 有個座位置是斜下去的 有個小小的座位 然後擺展在前面 還有 你這樣說我突然記得 Milcea有一個位置 就是有一個 應該都是香水那層通出去的 就是有一個斜路 樓梯斜路 走出去突然之間有一個 那些好像斜路 然後你又可以在那裡拍照 然後另外一邊 室內又有一個位置 又有很大的斜路 我忘記了是哪幾層的東西 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走出去 是給你好像休息 或者打卡 但你又會發覺附近 應該是有一間店 所以那個位置 是變成閒置作用的 是 所以你問我其實 加起來 Milcea有很多奇怪的洞洞 不是說他會虧錢 因為可能商場的租金貴了 可能那裡的交收也大 亦都聽聞 其實下面的名店 多人的情況 是不差於海港城的 甚至乎有一部分是好過海港城的 但你不算這些的話 其實你頭頭尾尾 斬頭尾尾 Milcea未必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加上我們現在在說消費下流 現在買不起這麼貴的東西 買便宜一點 消費降級了 降級了一點 你下面的什麼LV Dior 就不用了 K11那些就是吃正中產水 其實它又不是便宜的 K11進去的東西 你要便宜的東西 旁邊還有美麗華 其實美麗華的東西都很貴 當然是 你還要一大堆商場 你要最便宜的 旁邊也有重慶大廈 因為對面 其實是 你重慶大廈的東西是不會買的 其實我也同意你說 K11那些東西 不是叫便宜的 它都是中至中上 就是那個價格 但是你還可以看 你還可以買得下手 還可以想想 不是說一式一樣 所有品牌的東西都在那裡 有些不同的東西 還有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喜歡 K11Art mode裡面 有些餐廳 其實也有很多人吃 不知為何地下 那一層茶記很多 我知道 那間 很多遊客 是不是越南 什麼茶餐廳 還是什麼 華什麼茶餐廳 不是啊 好像是文化 因為我以前經過 我就想了很久 那間餐廳 為何那間茶餐廳 明明樓上的茶餐廳便宜這麼多 地面那些 但樓下這間真的多人吃 還有樓上還有很多日式餐廳 有間咖啡店 那些是多 如果你這樣說 我開始明白 Art mode的東西不是貴一點 而是你BENCHMARK不到那個Price 即樓上那些什麼日式眼鏡 你不知道其實你給多少錢才叫底 或者旁邊有些日本袋等等 你對面I Square那些 其實你大部份都是連鎖店 麻沙你也知道多少錢 我想說 你說開I Square 我很久沒走過I Square 真的大鑊 I Square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算你說 它當年開始開出來的時候 其實I Square 都是差一點人流 I Square 不是有個戲院 是否因為有個戲院 所以叫I Square 它有戲院 它的戲院都不錯的 是呀 是呀 是有 IMAX的嘛 所以那時候是第一個 IMAX 所以叫I Square 我記得是 但是你說下面樓層的那些店 一直都不太行 除了 馬沙 除了馬沙 馬沙都是一半 近地鐵 即地鐵直通裡面 那一兩層會好些之外 其實 還有那個戲院 以前 上高 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都是差一點 就算它開些食肆也好 開些什麼 都會經常收拾的 都是 都是 硬是不知道為什麼 差一點 我自己都真的 很久沒走過上去I Square 唉 我想說 你經常都說 為什麼那些 怕不怕哪些地產商 PRO打給你 你說完這一間 那些真的 那些PRO打給你 你知道 I Square 老闆都 對不起 那我收拾了 我立即 每天去I Square 明白 看電影都去I Square 是 iMAX很厲害 我應該說 大家不懂 我現在 我下次開始就整天走 大家就是不懂 我每次去I Square 就是等人嘆冷氣 看到對面有一間餐廳 是不錯的 你更壞 你不要以為你不在香港 就說這些話 不用負責任 但是 你加加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尖沙咀 現在Art Mall 是獲存的 就是拿90億去收購 華潤賣了它 其實都可以說 是賣了它最漂亮的那顆珠寶 所以對我來說 這次Art Mall 有機會被收購 可能是好事 因為可能新世界都要錢 不知道是否真的會賣 但我相信如果要賣的話 其實都會肉痛死老闆 可能是 當日那麼辛苦 搞藝術的品牌出來 是 年輕路線 現在你給我賣 不過算了 反過來想 我要錢 但問題是你買 你幫我買旁邊的 不太好賺的那些 你不要買一個 其實Art Mall 是穩定地賺錢的那個 這是好項目 你要買 你可以買一下 飛機場旁邊那個 你買一下運動城 飛機場旁邊那個 就賣了還沒出來 是呀 大哥 那是好東西來的 看就知道 當然 有很多旅客遊客 就會有很多人留 是啊 運動城也是同一個老闆 不知道是否叫他做K11品牌 但運動城那個 以前是拍著 因為啟德外面有個運動城 還有有個郵輪碼頭 你想想 啟德那個 不如你華孕好好的 你吃了那個就好 你吃什麼 別人的掌上明珠 是不是 不是 可能大家 可能我是收購那個 我只是想要這個 那我當然想要這個 這個這麼穩定的收入 就是核心 這個位置其實真的很漂亮 反過來說 非常漂亮 所以就是 我只是想看這個 旁邊的一些走開 我沒有興趣 我沒有興趣 我只要這個 是啊 其實K11品牌下面還有辦公室 還有Service Apartment 那些東西其實 我不是說他賺不賺到錢 因為沒有人知道數 賺不賺到錢 但我覺得那些 都不夠抗魔禁這個核心 所以不要緊 看看鄭家 會不會將他這麼核心的地段 拿出去賣 如果賣的話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我們再說另外其他新聞 首先我們說一下 就是居屋又再推出了 是啊 你說開啟德那裡漂亮 所以這次最漂亮就是啟德 因為居屋又有新一輪 給大家可以去選擇 現在說的最厲害就是啟德這個啟營園 最便宜的143萬就已經可以做業主 哇百多萬聽起來好像很開心 九龍去百多萬做業主真的不差 其實真的 但是你說啟德那些配套 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OK啦 我相信接下來真的會更好的 但是其實說百多萬的單位 因為它最低就是186呎 那百多萬很明顯就是百多尺這個 一百多尺的居屋出這麼小嗎 現在 是186呎 其實我都在想怎樣搞 是186呎 200呎都不夠了 居屋有農藏盤 從這個開始 還有通常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186呎 實用面積 就是它批評你可能是二百多萬 政府好一點的 政府好一點的 它應該不會這麼差 給你一個轉角位 給你一個露台 給你一個一人露台 不知道做什麼 那些 但是你戴186呎 其實都真是很小 就是 真是一個人 一張床 一個小轉角 Open Kitchen 一個廁所就已經結束了 你那個一人單位 所以為什麼說最便宜是百多萬 但是其實在說 都要九千多元一尺 都不少 是九千多元一尺 當我們在說 之前我們在說 另外一些新款 都去到貼著一萬 甚至一萬以下 都有交易的時候 這個九千多元 真是一個好選擇 那大家要 我想很多人都會想一想 二、六年才出來的 他有沒有折讓 他這次是 因為通常 他一個居住是會便宜一點點的 他這個便宜是便宜多少折給你的 他這次的市價七成 就是九千多元 我補了地價 我走 我一萬多的 那一尺都 但是之前 就是對上一次的 群人出來 其實是六二折的 所以外面很多人都在說 為什麼 那個市場明明好像都 沒有說真的好得很厲害 都還是差不多 為什麼你們好像 那個折扣少了 優惠少了 你變相就是 咦?是不是加了我的價錢呢? 但是 我們作為一些 正面一點去想的人士 就是說 因為他根據市價 那個來做折 那現在市價跌了 那我就算給你七折 你呢 跟之前差不多 這個是根據一些 部分人士就會這樣 那些好友就會這樣出來說 又另一種好友 好像我這些呢 的想法就是 因為啟德是黃金地段來的 對不對? 我們上一次給你那個 是不是六幾折 那是不是安達神啊? 那安達神這些 沒有那麼黃金的 那麼 啟德這麼好呢 可能我會給你一個 漂亮一點的價位 你只剩七折 但是不過你剛才說的 186隻 農藏盤 居屋盤 7折 還要現在在這個 就是 啟德的話呢 那我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對我來說 因為居屋 好像這麼久以來 是沒有出過這麼小的盤 過去那些盤 是 三百多尺 至近三百尺 就是有部分 多過三百尺 三百尺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最少做到一房 按道理呢 這個講法應該都不合理的 不過都可以組織到家庭的 一個一房單位 最多推個兒子出街去睡 沒有的啦 睡在旁邊的啦 就是你過這張床 三個人睡 是 那你最多兒子睡在一廳 然後怎樣可以做到 都叫做OK啦 有少少的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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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你剛才每一放會坐在藝市 town 那個床床床床床人 這居居居居是畏活了 這個沒有的 這個呢 要不就是那些單身人士 或者真的最多是兩夫妻在這裏住 如果你說一家三家其實你都很問水 因為你真的想到你不會有房間 你一定就是這樣選開它 這些位置 還有那張桌子 那張桌子那張桌子就是那張一人 那些轉角落頭對角那些 你想到想到它一定是這樣選的 因為都沒有什麼第二種的選法可以選到 所以真的 我自己如果選的我真的不會選這個 它還要是二、六年才是員工 如果你說看回其他的幾個本 它還有一些樓我可以選 我會選可能二、四年 或者二、四年 或者二、五年 東櫥 不過東櫥呢這個也是特別的 因為東櫥呢他在說的余興園這個 那當然也是 這個真的比較便宜 六千多元尺 同樣是一百四十幾萬 東櫥嘛 但是在說的是二百八十五尺 也OK啦 差了一百尺啊大哥 那件事 也有個房間的 還有 雖然你說不是市區 但是它在說為什麼它在谷這個 又說這個號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就是東櫥站一直在建的 那它這一個就在那個站附近的 就是那邊的地區 所以 就 不過那個車是二九年 是是 不過我記得你說的地段是那個車站 不是舊東櫥站 你說的是流標了很多次那個東櫥站 對不對 它是延伸的 延伸線來的 所以就是那個延伸線是二九年出來 那你二五年進去 第四季進去 就是差不多二六年 那你住兩三年 就有地鐵了 耶 到時可能升值 耶 到時升值 耶 耶 那好吧 那起碼大家想一下 如果想要買居屋那些 都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我們又不會完全阻止 也都不應該阻止 就是 不會阻止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需要的 就選擇 但是其實確實 啟德那個 就真的是最貴的 九千多 那你說最底 就是屯門的 屯門 湖山路那個兆湖苑 就是五千九百多元 就是不用六千元一呎 那大家看看 是屯門的 你經常用啟德和屯門比 我是啟德那個豪宅區 我真的想打你 哈哈哈 你為什麼用我去屯門比 但是啟德 嗯 不知道可能我住習慣偏遠山區 所以對我來說 我沒有什麼 需要使用市區的概念 如果是這樣 是的 說真的 你說啟德作為市區也好 它有個位置尷尬的 它觸中環也不是那麼近 是 反而東風近 我想說 如果你說出中環 真是東風近 你說要去中環 其實啟德也要經過沙中線 你那裡下 你又不是緊得不緊的 當然你不要那麼蠢蛋 你繞去觀塘媽媽那裡下 那裡比較麻煩 沒有啊 大家看看選不選 不過這次的折頭是少了 那 看看有多少 朋友仔到時會選 就是他們自己 就當然覺得 政府覺得 不是 還是很大的吸引力 對比外面的房子 可以貶值 也可以因為買樓 是一個高槓桿的投資 自己也可能不知道會不會 突然間有些經濟需要 所以有機會變成銀主盤 剛剛我看你說出來 中環地產出來的銀主盤 數量是去到344間 其實是近月最多了 其實是最多的 就是比7月320間 就是7月那時候 是升了8% 其實都已經是 說的是金融海嘯 當年海嘯以來是新高的 還有當中 有一個真的要特別說出來 就是所謂的財仔盤 佔了四成 就是說 那些被人 哎 被人交不到 被人收了 就是按了 按來按去按到 不知道怎樣 七彩 然後被人收了一場樓 來擺出來的一些銀主盤 就是 是不是都可以反映到大家 手頭都比較緊緊的 還有我懷疑這些財仔盤 因為當時是有部分議案 或者是按了給財仔 他應該拿了一塊錢出來 那你又不會覺得 好像上幾年 是不是真的很多生意好了 是不是很多項目 又不像是 多項目都不會是小業主做 其實我懷疑有部分財仔盤 其實是按層樓 買層樓那些 就是我按了第一層樓 加按第一層樓 搭第二層樓上去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那時候 應該是 跟博士有說過一個節目 是否這些財仔盤 全部都是炒樓盤 例如我把原本正在按的樓 再加按 然後再買第三層樓 買第二層樓 聽起來好像是炒樓模式 但實際上 其實我們有很多是 爸爸媽媽盤 就是爸爸媽媽 將自己的樓 按多東西 然後幫兒女上車 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家庭需要 還是什麼 但無論怎樣也好 這一堆可能是按上按的樓盤 尤其是它按上按出來 結果都是買樓的話 就非常之陰功了 沒有辦法 因為樓價真的跌了很多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說 近幾年的樓價不能夠 所以如果它這樣按上按再買的話 真的不太能夠 還要在高息 它原本沒有預計 是這樣去到工的時候 是突然之間這麼吃力 都沒有辦法 唯有就是斷工 唯有真的把一層樓按了 就按了 沒有了 我都供不起了 都搞不定了 還有 你說起這件事情 我以前 很多年前 有一個同事 他是叔叔 他真的很流行做這些事情 當時 但是當時樓市 不是現在這樣 都是很刺激 很旺 他很流行 他拿一層樓 有東西沒有東西 都好 無緣無故按多一下 然後拿一塊錢 拿一塊錢 然後去買股票也好 然後去買什麼也好 就賺個息 這樣 有的 之前我都認識 有人會做這些事情 我想它那些樓 就到現在 已經應該沒什麼特別 那時候 以前買下樓 就算跌 都不會虧什麼錢 因為都在說很多年前 基本上有一個 那拿一塊錢出來炒 都沒問題 但是現在 seems的 因為我們的樓價 已經跌到差不多 七年前左右 所以其實你那些 那些案上案的 那些 為什麼會發生了這麼大的問題 那就是樓價 真的跌得很厲害 所以 銀主盤 是會有這樣的發生 但是樓價跌得很厲害 但是舖價 原來又未必跌得很厲害 我們真的 真的厲害 真的要看一些 這個厲害 其實舖價 其實要看一些舖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過 那些劏舖 就不行了 劏舖 劏舖 真的幾十萬買回商場裡面的 頹舖 死舖 但是最近有一個舖 我覺得真的 哇 你也想不到 竟然是賺的舖 這個是 對 真的想不到 就是一個旺角後巷的廁所 39萬拍了出去 還要說的是1萬5元 那個尺價 跟我們剛才說的那堆 剛才那堆居家有多少錢 剛才再看一看 最貴9000多 企刑院9230元 這個廁所1萬5元 廁所1萬5元 然後10年升值了1.4倍 這個真的想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廁所 後巷廁所這個店 是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而且實用面積是25平方斤 嗯 是啊 做到什麼呢 但是問題就是 我先看下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想不明白 其實為什麼廁所是可以買賣的 我沒有理由買過廁所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東西出來 其實他應該 因為說買了的人 估計 可能是來做一些小生意 做一些小店 很後巷小店 然後他就改裝 而且這個位置其實是沒有銀行股價的 說真的銀行怎麼猜給你 你拍個廁所出來 剛才我們說買私人住宅 你都一訪一次 你都一聽一次 我現在只是拆個廁所出來 拆個廁所出來 我是銀行 我猜不到給你 我看那個位置 他那個是旺角度的後巷廁所 就是花園街市場後面 那個位置 我真的很難說他值什麼錢 但是如果剛才Jason這樣說 我拍了廁所回來 我剷了廁所 我鋪回了 然後我變成一個舖位用 都有25呎 都有25呎 有啊 就是可能 整個賣燒賣魚蛋也好 整個賣廢水 台灣廢水 喝不同的珍珠奶茶 各樣東西 OK的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在廁所怎麼出賣 你跟消防署說 我決定在廁所賣廢水 那我賣一些現成的東西 就是我賣現成的 什麼你想說什麼 兩送飯 是的 25呎 放到兩送飯 我在廁所賣東西喝 在廁所賣東西喝 在廁所賣東西喝 廁所賣東西吃 很混合 對 混合 沒有的 我裝修得漂亮 你走過不會說 我那是廁所店 除非你真的有看完這段新聞 然後走過 那天那是廁所店 你不會這麼說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走去那些街 尖沙咀也好 旺角鬧市也好 都有些後巷的轉角位 那些小店 其實是變成了一些很小的店 我相信他們的店位 或者本身的性質 跟現在拍出來的都是差不多的 他們都是變成一些不同的小店 是的 我現在真的刻意去看看 究竟這個後巷店在哪裡 我看出來是後巷店 但其實它也很接近那個路口 所以你不覺得它是很後巷 你只是覺得店鋪轉角進了一點點 進了一格 如果他做得漂亮 其實你不會覺得 你可以買兩頓飯 然後就變成網紅店 你看著 過來後巷廁所吃飯 就是了 在那些小紅書 然後又說 一帶特色 香港人喜歡在後巷吃飯 還要前身是廁所 是的 那我們一起過來觀摩一下 我們一起在廁所 那顆珍珠 一定要有珍珠 沒有珍珠沒那麼好 所以去到最後 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是完全解釋不到 就是為什麼香港 竟然在這個 這樣的環境下 還有這個39萬拍出 正如我們很多人都說 香港經濟不是那麼差 總有這個市道 都有人賺到錢 是的 當然了 看看你找不找到 找不到你就要去努力一下 是你的問題 我們要轉一轉個心態 是的 所以 很正面 應該是可以正面一點的 另外還有幾宗新聞出來 就是一個 是不是歐地新聞 都是現在的新聞來的 都是現在的 因為之前 其實年頭已經沒有歐地 一段時間沒有歐地 但是現在 最近政府都走出來說 就是發展局局長 林漢浩都說 其實暫時都是沒有什麼 這個歐地的意思 是的 因為始終 他看到之前 就算是大家拿些地出來拍 那個的反應都是一般般 就是不一般的 所以 寧願看定一點 不要擺出來 然後又流了 又沒有人拍 不如不要搞住 有個市場 只發展 我們不要干預這麼多 是 還有我們可以看回 就是在八月份 整體樓宇買賣合約的登記 其實都下跌了 有4800宗 但是 都在7月的話 其實它也有下跌 所以 都是先看定一點 反正我們現在 這麼多新樓 建了出來 都是 賣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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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土地 就要做一些 所謂的 中央活力區 這是什麼名字 我也想說 其實 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個 我心想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這個 中央活力區 我也是 完全沒有見過的之前 原本是中央商務區 也是不明白的 香港人很敏感 看到中央商務區 是不是全部放在國企 不關我的事 央企 沒問題 國企 就發展得更加澎湃 還有洪水橋那邊 也對 近一點 是 地理位置上 但是 除了不靠地 很明顯 其實 說真的 發展局 政府有關部 都要搞搞它 那些地 如果它還是站得這麼硬 還要做一個中央商務區 那就是說 明顯不太受歡迎 所以 現在說 不是的 我們可以談 現在放寬了 就是說 洪水橋站兩邊的商業地 其實兩成的樓面 是可以做住宅 原本是不行的 嗯 現在 可能它不放寬 真的沒有人問津 這件事不是沒有發生過 那時候不是試過 事件局那個 就是觀塘的地盤 本身它一定要說明 是上面建一間酒店的 現在酒店是可起可不起的 那 那沒辦法 我們香港人懂得變通的 我們政府看到大家有這樣的需要 那我們就變通了 我們很遷就人的 是不是很正年樓的人 是啊 但我們真的有一個很不明白的問題 它的樓面商務區可以變住宅 跟我們當年的堂樓相住兩用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叫做活力區呢 那它現在覺得放進去有活力 還有 叫做有活力 就是呢 以前改名呢 有一個很搞笑的東西 尤其是一些老一輩那些人士都會很喜歡的 加過活力個字下去 就覺得這件事很有活力 即是啟動九龍東 加過呢 以前很喜歡加什麼潮流 潮流特區 就顯示了你的年齡都是差不多的了 我不是說那個 即是所有東西加了那些字眼 它就會覺得有那件事 所以為什麼中央活力區就是覺得很有活力 但是其實明明它只是做住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太明白住宅怎麼有活力 躺平躺著你活力 是 活力躺平 是啊 多獨立的 那麼說一下活力區 最後說完 原來還有一宗 就是那個學生私人宿舍 有的 這個也是少少說一下 因為我們上集也有說 大家的發展商 開始把一些新的盤 來做一個轉型 上次就說 紙租就不賣著 那些新盤 但是今次這個 就關於晶圆旗下 我覺得它這個人很特別 YX 還是它其實想變成一個符號 就好像那些 就是上次那個什麼 Hashtag L O Y S 還是那個 我忘記了 是啊 就是Hashtag 我不知道 這個就這樣看 你會覺得像一個 icon那些公仔 總之它新的旗下 YX那條線 就是說著 紅磡私人學生公寓 還要是Y36 好像 女生宿舍還是男生宿舍 是不是 沒有說 私人學生公寓 我想男女生 都可以一起進去住的 說的是8月 其實現在就開放 可以被人去出租 是一些新的想法來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 它之前收購回來的 紅磡新樓街 所以它都開始轉型了 就是想著 給學生來 因為尤其是我們這麼多 國內的學生 尊財 尊財 來到我們香港去工作 去讀書 所以呢 他們都需要找地方住的 這些地方就最適合的了 還有呢 其實我覺得反而它聰明 真的搞這些學生宿舍 你說真的 如果它理論上 我相信它應該全部都是給學生去租 那就是說 你整棟那些人都會很緊 還有分分鐘 不知道它會不會做一些 普通地 讓大家 好像叫做 涼冷氣讀書 之類之類 或者用來認識別人 這班大學生來看一支宿舍 下面涼冷氣讀書 你會不會天真了一點 這班學生下去 根據政府的說法 當然是去打羽毛球的了 現在不是打羽毛球 現在拿冷水兜頭淋 你還打羽毛球 我拿冷水淋自己 現在你看到整個宿舍 其實這個是有趣的地方 它不是在目標內地專才子女 因為你看到它的宿舍 因為你自己獨立地住 一定是差不多大學生 你不會是中學生下來這樣住 應該就是大學生 應該不行 因為中學生 如果你十八歲以下 你不能夠獨居 你要監護人 所以就是大學生 那件事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轉型不對 因為反過來這樣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住 就是申請到入坑住 而且你都知道 有時候那些宿位都是難去爭 或者你不知道住一年半載 你又要走出來給下一個住 然後很多人都說 我喜歡出來住 或者容易一些去溫書 和別人一起去搭 以往都會有幾個大學生一起搭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也有些朋友會自己搭在附近 搭了一間屋 兩三個人租 然後在那裡住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不太多 所以我想不少學生 是喜歡做這件事 如果他推出這些 其實我反而覺得會受歡迎 對 為什麼說這個受歡迎 就是因為現在 這個我們可以穩集 整集出來講學生宿舍 可以 因為香港一部份大學 是拿來做一個教育內地專才 和培養新生學之好的方法 可以在我們不知為什麼 在香港有一部份大專院校 開很多Master Degree 讓大家可以過來 讀完書 還順便在那裡上班 然後拿身份證 所以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理根無效 這是他YX的品牌 第一個出了的項目 接下來還有一個就是 來自郭永康街的 這個藝就是 旭日雅捷酒店 即是用酒店轉回宿舍 我覺得他這個聰明 旭日雅捷酒店 因為他本身都是徵奮酒店 其實這個尺寸不會太大 那你當是一個學生宿舍 我覺得反而真的 你容易租出去 那些學生是會租的 即是 是 即是當有幾個朋友 就租隔壁房 還有我相信他這些價錢 就怎麼都應該會讓你出去租一個酒店房 因為有很多酒店你都可以月租的 但我相信他如果target學生的話 應該不會貴得過那些酒店的月租 所以他有個潛名在那裡 還有跟原本的酒店來說都好 近來香港旅遊業的酒店 都未必那麼多人在那裡住 尤其是這些便宜的酒店 最慘的地方就是 即是半樓坑不可以頂得住深圳酒店的便宜 所以這些酒店其實挺難做的 所以就說不如這樣 我趁這個時候見好就收 你幫我買了它變成學生私人公寓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項目 是的 還有說到精圓 其實接下來都會想著再收購其他 我相信可能他都會看很多那些精品酒店 那些遊客就不行了 因為我學生很有計時間 那你遊客真的還要跟你 迫巴士 是的 還要跟你搭巴士 還要再轉車 還要跟你多走三四個小時才回去 別搞了 我真的寧願多給一兩百元 租回一些 選一些近一點的酒店 學生的話就不是這樣想 學生真的會 可能我走多幾步路 但我便宜多一千幾百 那我就會選這些 好啊 所以我們今天和大家 今天真的有很多新聞 我們分享了 很多啊 這麼巧就這段時間 是的 今天真的很麻煩Jace 跟我們分享了所有 這兩個星期的香港地產項目的發展 希望我們其實看看下個禮拜 下兩個禮拜 又有什麼新的消息再跟大家說 但是看完之後 我會發覺不是那麼差 這個禮拜我們經常說 香港經濟總是有一個低位 去到夠低 就會有人會出手的了 有的 我們有這個心 有這個耐性 我們一定會等到的 沒錯 正值香港經濟轉型的時期 究竟你是轉走了那個 還是轉進去那個 那就不知道了 哈哈 你轉走了 不是的 我們這些轉走了 是叫做 你當是割韭菜 不是 這叫什麼 那叫賺夠 割和青離場 暫時 賺夠了 更差 更差 賺夠了 你可不可以留些給我 給我賺嗎 你已經賺夠了 賺夠了 這叫做不玩這個遊戲 暫時蓋牌離場一陣 等於你港股不玩 你起碼先走出去 但是 還是那句 富貴險中求 香港還有很多好東西 今天 你先補回尾 當然 人們經常說 我們是不是看東西看得很灰 搞到 我們是很多公關找我們 不過地產的公關 每次都問候我們比較多 所以 不要這樣 我們很容易的 你贊助我們就看得很好 哈哈 要這樣說 然後我怕觀眾會說 越來越不中立 我說 不是不中立 你快點給我們 是不是 中立也要吃飯 然後跟他們說 是啊 我都會叫大家你買就買 但是 其實真的看著現在的數據 大家自行決定 我們給你們兩邊數據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回來 我們堅尼地正經繼續 好 下次見 拜拜 在全球在地化的浪潮裡面 世界日新月異信息萬變 國際視野和國際觀 成為了現代人的必修課 想了解更多的國際關係知識 就立即訂閱 堅尼地球沈旭輝Patreon 收睇每日更新的知識內容 每日的精彩內容包括 國際關係深度平 國際香港字文章 沈旭輝博士的 我的香港回憶 隨緣教說文章 以及Simon會客室 香港新浪潮 其實是一些文青 在香港土生土長 就算他不在香港出生 大部分他的育成都在香港長大 基本上是完全受殖民地教育 社會慢慢步入中產階級化的時候 他們爸爸媽媽可以令到他們去外國讀書 其實香港新浪潮可以說 是香港第一代的海歸導演 就不像科班出生的導演 以及大師班的會員獨家穿屬影片 會不會有之一日俄羅斯都要面對兩面作戰 歷史上都試過很多次 他在東西邊同時要兼顧有什麼後果 那烏克蘭有沒有可能可以在現在主戰場之外 可以開闢另一條戰線呢 烏克蘭用無人機去打擊 一個莫曼斯克的空軍基地 這是幾令人震驚的事 在月初的時候出現了這個攻擊 而最近又再次的攻擊 就證明了烏克蘭不是撞彩 他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去發動了這麼遠程的攻擊 其他的會員獨家福利包括 會員直播網聚 堅尼地舖、堅尼地學院課程的折扣 以及免費獲得 端傳媒、魚水桂刊 和英文報刊的會籍等等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提高國際視野至關重要 立即訂閱堅尼地球 沈旭輝Patreon 掌握全球動態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